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全程居入一下event 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上班的一天 每天上班都要做轮渡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轮渡上面 这轮渡是八块区 七五 就是跟公交是一样的 对 然后买了一张票 这一天都可以做 也没有一天都可以做两个小时之内的 这景色很好啊 给大家看 这每天都是不卡的样子 从哈法这边的轮渡到达芒这边 大概要10分钟 差不多就10分钟 大概15分钟一趟船吧 就是周一到周五15分钟一趟船 然后周过的话是30分钟一趟船 你每天上班看着这样的景色坐河感情 这会儿舒畅 很舒适 很舒服 这就是你每天的早餐 好 每天早餐一杯咖啡 这就很方便 下了轮渡直接来上班 最好是轮渡上面 然后你每天上班都要你开门吗 是的 你每天吃点必须清理的 拉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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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店就是跟北美的那种差不多 对我们这个店就面向的顾客是北美的 本地人 本地人对 但是老板是中国人 对老板是中国人 因为我们你可以看拍下这个 哦 陈 那我卖打火机的 但是你们店的特色是有卖雪茄 对我们店是基本上打毛数一数二的吧 卖雪茄的 基本多少钱呢 基本的话也看100块一个人的都有 也有贵的 对 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专门卖雪茄的 就买雪茄的话就雪茄得专门放这里面 我们放雪茄也不是特别那个就是professional 因为太多了现在 然后湿度的话可能就得喷一喷 卖出锅雪茄吗 卖出锅 雪茄的单子在这 你要记录下来卖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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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商店基本就是卖一些小零食 有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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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在这边 基本就是这些东西 也不大其实 这一瓶水 我折扣了 死了 2A 可以 这一瓶水正常多少钱 正常的话是2块96加税 打了29% 可以 这样你们疫情期间上班 这个必须要有这个布 对吧 挡着 必须要戴口罩 其实你这也属于高危职业 almost like that 你这个泡瓷机用消毒吗 要啊 这边有消毒 消毒 alcohol 所以你觉得现在哈法这边的兼职好找吗 兼职不好找 工作都不好找 那你是怎么找到工作的 我在英地上面看到 然后正好老板的话 之前也有认识 然后正好打个电话过去 然后就说先来试一下 你这个上班 你这个工作叫什么 就叫cash or customer service 那你这个一个小时多少钱 最低时薪吧 就13块钱左右 13 最低时薪是12块95嘛 吴拉莫给我13 就多0.05 你自己还要交税 对还要交税 税后的话大概是11刀左右 一周多长时间 一周的话还不知道 我现在是在training阶段 反正就是现在是一周三 六天半 然后一天大概四个小时 六天半一周二十四个小时 差不多就现在这个阶段 然后正常的话呢 正常的话可能就一周四十个小时 一周四十个小时 对 那差不多一个月能有1500刀 1800吧就是如果四十个小时的话 1800 那其实能养活自己了在这边 主要是我现在是实习嘛 所以就是找不到其他工作了 因为现在第三部疫情 就是之前找好的 找好的酒店那些啥都直接 因为第三部疫情直接cancel了嘛 所以现在哈法还是不好造兼职工作 对啊 因为我觉得加拿大这边工作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嗯 因为你之前也在其他的便利店上过班 所以你来这边得心应手 是的得心应手 基本上不需要怎么training 然后就可以 基本上直接可以一个人来上班 对 而且基本上操作的话都还挺初 主要是不会很慌张或怎么样的 因为之前 也在另外一个便利店干过一年吧 嗯 也是就是面向那种老外 就比较就是老外那种的 不是中国那个中仓啊那些啥的 如果在加拿大这边有兼职的机会 就不要错过 一定要有机会要去锻炼一下自己 是的 就是能坚持的话 就去兼职吧 就是实习 然后对以后你找工作的话 会有很大帮助 是的 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找一个就是 什么都没干过的 什么都没干过的 对对对 就是员工 这边买彩票的人还挺多的 对啊 就是越穷的人买彩票的人越多 这一张彩票多少钱 最便宜的五十分 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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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分 你这个彩票最多是能中七万多块钱 有人中过最多能中了多少 你碰到 在我手上是吗 对啊 我手上的可能几百 几百最多的 嗯嗯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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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是比较大 它比较大? 哦,OK 你现在知道吗? 好 你现在知道吗? 这个吧? 对 好 对 对,六十元,七十元 对吧 对,她已经有鸡 对 好,你拿鸡 就是刚才我看好多买盐的 买盐的人多吗?挺多的 对啊 那边抽烟,那边烟都多少钱? 烟很贵 烟就是至少基本上18块钱以上吧 18刀以上 对 最贵的多少钱? 最贵的20多刀 老外还挺多抽烟 对 然后你看老外的烟上面好像还写着一些 类似于抽烟一些坏处啊 对 就比如说这样子的 这样子上面写着 找一个比较丑的 哇,这个是个肺吗? 这是舌头吧 太恶心了 舌头都已经糊烂了 那他们也抽啊 水匣很多吗?里边 鱼啊 但疫情的话我们减少了供应量 这个一根5.59 各个角落都能看到 今天算是忙还是不忙 不是特别忙 还是比较咸 你忙的时候啥呀? 忙的时候就是咸不下来 下班了 我刚才我在这儿 保安驱逐了我好几次 为什么? 不让在室内呆 必须在室外呆 为什么? 就是不让呆 保安的还挺严 你知道今天确诊了200多粒吗? 这么夸张啊? 然后说确诊了200多粒 还有200多粒没有录入系统 也就是说今天可能确诊了400多粒 我的天呐 你们这个下面旁边就是做核酸检测的 你看那边 我知道吗 那边就是做核酸检测的 我知道 一堆排队的 那你这儿挺危险的 说不定哪个刚做完检测的 来买点东西啥的 对啊 可以吗? 可以吗? 还可以 坐实热 你今天上班累不累啊? 累啊 我看你老板怎么快下班了 还要你再待了一会儿 给你讲点事 对 你教了一下事先 明天还上班? 明天几点? 明天几点? 所以今天就是Evan上班的一天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加拿大这边上班是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在便利店坚持是什么样的状况 疫情期间也挺危险 注意安全 对 注意安全吧 今天是400例 确实200例 隐藏200例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这样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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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